第一個就是強帝 第二個就是主持人 主持人都會整個決定我們結婚的分額 非常重要 然後第三個要趕快就是再立刻巧合 文庫 文庫 然後第四 金剛 泡床石 泡床石 很重要 這些事情都你一個人嗎 你覺得他會幫我哪一棍 我跟各位講 大概只有我們播說看總仔 有獨家專訪流氓 哈哈哈哈哈哈 還是有些小疑問想問的 是 你為自己這場婚禮打幾分 哇 這有問題喔 十五 高耶 我很早就決定好這場婚禮就是 120分的準備這樣子 可是到那天的時候他們跟我說 這個東西可以做的 這真的很解 可是這樣扣扣的話 我還是很滿意的 因為婚禮打幾就是會有超級超級多意外的 取捨掉過後 都不會去掩蓋掉那一天 其實發生過更美好的一些事 更美好的一些事 身為賓客我們的感受上 是從頭被照顧到尾 真的有 冰至如歸的感覺 而且沒有冷場 沒有要讓大家串席的機 哈哈哈哈 我是覺得董仔真的太辛苦 你知道嗎 就是他從那個 我們的那個進舞團的團長開始 對我是團長嗎 我已經把你自動當回長 我知道身為團長 然後還有那個 就安排我們就是 婚禮之後的行程 我一定要就是回到燈神 因為董仔就是這種 個性 他比較喜歡照顧人 當他把你變成自己人的時候 就不准欺負我的人 所以你們也不用覺得有虧欠 對對對 對 如果你不讓他這樣做的話 他就會生氣 他一生氣 又會找我麻煩了 你們這樣從多久之前開始規劃 我從三歲就很期待 三歲就想結婚了 因為你可以看到三歲裡面 那些小小的細節 其實在我當youtuber之前 已經挺好 就是我以後 我在結婚那天 我把我做這個事情 比方說月薪交際多久以前我騙 所以有天我結婚了 我加個肌肉 現場有燈籠那些的 因為我很喜歡就是 沒有把企業吧 如果有天我結婚的話 我先出來加個肌肉 它都是慢慢慢慢 就是一點點放到你的 結婚記事本是不是 對 結婚小粉粉 小粉粉很長一點吧 對 你準備三十年吧 因為你現在三歲吧 三歲就想結婚 他準備三十年 他三歲的時候就注定是你的了 對啊 真幸福 你們沒有看到他臉 他臉是這樣 我演一次給你們看 真幸福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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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很甜 他覺得很甜 換我眼花園 他有臉 真幸福 每個眼睛都不要 換你了換你了 好 真幸福 兩個是不同的表情 到底是哪一個 應該可以說是 你好好認真開始的話 是從九個月開始 因為這個我之後也會就是 就是親自己的影片 可是可以大概簡單 先跟大家簡單 我稱為四大金剛 第一個就是強帝 第二個就是主持人 主持人他會整個決定 你結婚的分額 很重要 然後第三個要趕快就是 再立刻巧合 很困固 很困固 然後第四金剛 泡床絲 喔 很重要 這些事情都你一個人嗎 有 你覺得他會幫我哪一個 你不要這樣講 應該是他也不可能幫你啊 因為都在你腦海裡 沒錯 好啦他幫到我的地方就是 最寫實的地方 他買袋 我不想大家覺得 我是個太被溺愛的人 我喜歡的衣服 都是我自己買袋 那回到送賓客的東西 因為我剛剛有些東西 我有點疑問 就是為什麼要送這個 好比說 蜂蜜的部分是 有什麼甜甜蜜蜜的概念嗎 有這蜂蜜 我跟你講 你拿來我自己開箱 這個吳其龍跟那個 吳其龍 他太太結婚的時候 對 他們的伴手也就是這一家 下到巴黎島的日本太太 要創的品牌 然後他的那個東西都是滿有機的 對 然後這個是 芒果泥 喔 芒泥 是嗎 芒泥 對 對不起 應該純粹是我們看不懂上面的英文 那是芒果咧 那是芒果 真的欸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水晶 我們剛剛吃了 它是脆脆的糖衣 然後裡面是QQ的果凍 其實我自己都有吃到 那你吃那個正方形的 而且厲害的是 因為它是這個 我認同什麼東西 好來介紹一下 這個一樣 因為日本人還在那個 巴黎島創的地牌 巴黎島是世界十二大能量中心 對 然後能量就會想到 水晶 哈哈哈哈 可以囉 你看就洗糖 整個是滿過火的 然後相機因為我剛剛已經拍了 那我們三個再拍一張 好 喔 絕對就是要大家留下回憶沒錯吧 沒錯 那個紙盒你丟了是不是 紙盒在那 喔來 上面就是有那個 Every click tells a story 就是說 你每按一下就行行 其實就是 說明了一個故事 然後再來最後這個 這超可愛 對啊 怎麼會送這個 對啊 相片 是紫水晶嗎 這個品牌的那個老闆 其實一直都很喜歡我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我跟他討論 想要的那個造型 我的頻道就很常講 就是那個訂閱流氓萬丈的功能 所以他是一個星星 喔 原來如此 然後這是隨機的 其實當天婚禮有三個不一樣顏色的 一個是紫水晶 一個是茶巾 一個是茶巾 然後一個是月光石 喔 月光石喔 愛情 就是幫助希望是那個單身的朋友 而且月光石是看了會開心的 是的 對 我跟你講外面這個插畫 他的那個作者 他也有來到我的婚禮的現場 喔 真的嗎 很可愛 他幫我頻道畫過好多次那個插畫 說 心裡這樣啊 還是幹嘛去講求婚故事的時候幹嘛 可以問一下什麼時候正式付出嗎 在你的影片底下 大家也都是說 要回來了嗎 要來發光了嗎 對 對 大家其實都在等你發光 我們講婚禮前 就是想說就是上個片這樣 然後再聊一集什麼 有時間管控的 哈哈 不過你真的太多試用了嗎 最後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觀眾可能不知道 為什麼我會是在你的名單裡面 我第一次參加運動會的時候這樣 誰都不認識這樣 真的 彈卡的時候你就自己在放空啊 一直在幹嘛 突然看有人在邊走開 董仔 我就跟他點點頭 他就看我 不怕你亂 有辦法重新綁好不好 哈哈哈哈 那時候覺得就是心頭暖暖的這樣 喔 所以我就是有出過一隻手 給溫暖的意思 有一次是那個 我去唐啟老師的 網路前面 因為在我們公司錄 我就發現董 董仔有時候跟我說 你還在嗎 我過去找你一下 董仔就拿了一袋 就是巡演的一些那種 公關品啊 我們也要給你一些東西 你跟我講 念你加油 念你加油耶 就是一些 你的前輩會講的話 還念你會講 哈哈哈哈 你的前輩會講的話 哈哈哈